再清楚總統的兒子現在還在美國對不對 應該回來參加這個40萬名利 我畢竟覺得很痛 那第二個你一定清楚啦 你們兩個小孩現在都在台灣 這40萬名利他們是會參加這個訓練嗎 那就要看他們 那個 有沒有能夠被招入這個民房的系統的行列裡面去嗎 全國現在年輕人應該 幾乎都在這40萬名利裡面 沒有 不止不止 如果你要講全國那不止 這不止 所以再看就知道 我注意到川普要我們交這個保護會 說要我們的國防預算 一下獅子大開口大 要標障到那個GDP的10%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只能夠說 我們對國防的預算 一直在逐年攀高 所以每一年都是歷史新高 那今年也是歷史新高 那我們會根據我們的財政預渡 來穩健的來增長我們 我另外特別問請教你這個問題是 你以前作為國安會秘書長嘛對不對 你跟美國 常打交道你對他們的了解 我們這個國防支出到底要差不多 平多少是比較合理的 現在 現在 明年度算是最多的對不對 包括特別預算 有六千 六千四百多億 在我們GDP是2.45而已喔 現在就像川普講的 要獅子大開口10% 做得到嗎 呃 我想 我只能夠說 我們現在 差不多就在2點 還不到2.45到2.5左右 那因為我們的GDP不斷的攀高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增進我們的 增長我們的國安預算 那當然 呃 如果相對比起來的話 呃 這個民主國家 呃 說這個 一般在 這個 國安的公務預算要達到10% 這個難度確實是相當的高 居前國家也沒這麼高嘛對不對 其實我們台灣 我們這個預算最高的時候 是民國38年 那時候曾經 84% 這樣中央政府總預算的84% 那你是最高的 那時候是戰爭狀態喔 兩岸戰爭狀態喔 那到蔣中正先生 他過世交給蔣經國的時候 國防預算已經降到 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六成了 那蔣經國大家都知道啦 經濟預算就開始 大幅上升嘛 到李登輝的時候變成是社福預算 如果現在要像 川普這樣講的 我們就回到戰爭的狀態 我們的社福預算 我們經濟發展的預算 就會受到高度的擠壓 所以本席認為 其其不可 10%是不可能的 那美國那邊又一直在提啊 很多 智庫啊 美國高官說至少要有5% 我們有可能往5%走嘛 5%的話我算了一下 112年那個GDP 23兆5451 10%就是2兆3千545億了 那我們的總預算 去年去年的結算是 兩條6284喔 如果真的要90%的話 欸 這個預算太高了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負擔不了的 所以我今天 部長你有沒有給我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你對美國的了解 包括你當過國安會的秘書長 我們應該是抓大概GDP的幾%是一個最合適的 美國也比較可能接受 我想 我們應該會依照 現在的財政預渡 我相信我們的國安的預算一定會維持一定的成長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設定一個說 我們要在GDP的多少 但是今年已經在2.45了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維持 陳水扁總統提過GDP的3%嗎 一直都達不到 你認為有可能往上走走到3%嗎 那因為我們的經濟的這個表現蠻不錯的 所以GDP的成長也一直往上拉高啊 所以GDP的成長一直往上拉高 GDP往上拉高那個錢 還是應該去做社會福利跟那個 跟那個經濟建設會比較好 我只能說我們的國安預算 這幾年來一直在穩健的成長 穩健的成長 不過真的當然我們要自備的這個能力啦 自己防衛自己 不過基本上我們不認為說一下子爬太高啦 另外一個不是這個量的問題 值的問題也很重要 對啊 很多委員不管是朝委都在問啦 雷神這個產品的問題 現在不是只有美國現在通知我們 現在我們的錢建也有買到雷神的這個產品是不是 這個品質有辦法保證嗎 價格有辦法保證嗎 錢建這部分 錢建這個部分 我想 那個海軍部門要不要先回答一下 有關這個 海軍部門這個 這部分早前給我書面 因為時間很有限 我繼續問問 來我問另外一個 美國曾經去年給我們一些彈藥嘛 結果發現有防美的這個防彈背心啊 我就看了裡面一筆最特別的 270萬發的這個 彈藥 他就是1983年啊 40年前的彈藥啊 這比進來之後這270萬發的這個彈藥 我們有用嗎 還是怎麼處理 前程之後可以用的 因為我們也自己 40年前這不是老爺級的 跨時級的彈藥 軍備局可以跟您做一個充分的說明 這種所謂的 這種非精準武器的這種彈藥 尤其是彈藥本身 我們自己國家本身都有比打開年限還長 那邊想 曾經以往那個 喂 這邊舉局長報告 剛剛我們部長所說明的 我們的批號彈藥 確實我們現在啊 都有比國內的 都有比剛剛我們PTA進來的還老 而且我們的批號彈藥是沒有連線的 是沒有連線的 我們整個批號 他要經過減診 減診之後 對 這是沒有連線的 不過連AIT都講了 他說他們好像在清不要的東西啊 跟委員報告 那一次的PTA總值 漢漢人新台幣是110億的台幣 這個給我們的彈藥本身 那個屬於一小部分 佔30年 它實際上也有短的 也有應該有 四十幾嗎 就是在十年 十年到十年之內的 有四十七趴 所以有部分可以用 都可以用 全部都可以用 所以第一次的PTA 雙方的這個 當然在這個運送的過程當中 沒有好的減診 所以我們現在也跟美方溝通要求 第二次的PTA 現在剛剛拜登總統也剛宣布 所以一定會共同的好好檢視 那彈藥跟黃奈貝欣 這兩塊的部分 經過減診之後都是堪用的 那以後請他們說要送我們買 要買更好的好不好 品質要顧一下 因為它也是在協助我們提升我們的後備戰力 這一塊的部分我們相關的預算編列還不來不及 那美國無償的軍員我們來BDA 如果是無償的我們可以搶用啦 如果買的話一定要精進喔好不好 無償的部分也是大家雙方要共同進行來檢視的 對啦 依然要買合用的 比較更好的 另外一點時間我請教一下 賴清德總統26號他有開這個 全社會的防衛任性委員會 我看他提供那個40萬可視的這個名利這部分 我問一下 那總統開口啦 要去提供這40萬的名利 你今年的預算備在哪裡 有準備 你要怎麼訓練 專備在哪裡 這個不是國防部的部分 這個是內政部不是民兵是民力 這個部分本來就是包含疫警 疫消跟這個民房的組織 那這個相關的民房法也有相關的規定 那民房的組織的部分呢 那他們會引進這個替代液的 來成為這個民房組織的心血 然後目的當然就是說 在有重大災害的時候呢 或者是有任何緊急狀況的時候呢 可以支持這個政府持續運作 維持社會的基本 部長 如果是內政不管呢 就在那一塊 那不用開這個會啊 總統不用開口說 沒有 因為現在 現在整個全社會防衛的任性來看的話 包括這個 如果任何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民間的任性 包括醫療 包括電 包括能源 包括這個通訊 包括所有 這個都是整個任性的一塊 前面要動員啦 現在只是 沒有 部長我可以講幾個概念喔 第一個 如果這麼單純 本來是內政部在做的 你開這個會就沒意思啦 去講 總統去交代這個事情幹嘛 他應該有其他要精進的吧 例如說你國防部要 布責哪部沒有嗎 大家都只放在那個名利的部分 事實上它是整個跨部會 我剛講醫療任性涉及衛福部啊 對著於那個名利的那個部分 那當然他是整個跨部會 要形成這個整個全社會的任性 任性如果能夠加強 那我想我們可以就預防任何的一個狀況 部長要跟全民都溝通嘛 我給你看一個民調好不好 最好 民調針對四十萬名利 雅富他做了一個調查 不贊成該政策高達六成 然後你進行不去問他什麼 你來不要參加 不參加資源軍事行動的 喬過七星 那你怎麼去跟民眾溝通 我想這個部分呢 這個大家會誤以為說這是民兵 那實際上它不是民兵嘛 它是一個 確先生 跟全國民眾講 它不是民兵 是回到內政部的所謂的整個救災而已對不對 救災 那當然如果任何緊急狀況發生的時候 那要算上場啊 沒有沒有要算上場 但是它要這個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這個比如說社區 你現在台灣胡緣這麼小 那受到攻擊的時候 它很多社區也要自救 護救等等 然後這些民力都要在社區 要進行防護的一些自救的一些動作嘛 這個不是在單純的說 叫他們把它送去上戰場的這樣的概念 溝通 然後另外我們做一個比較簡單的ending好不好 這是網路上很多人在提的 現在既然要響應全社會這個防衛韌性 部長能不能呼籲 現在清德總統的兒子 現在還在美國對不對 他應該回來參加這個四十萬名利 我我並不清楚 我並不清楚 那第二個你一定清楚啦 您的兩個公主 你們兩個小孩現在都在台灣對不對 是 如果是照這個四十萬名利 他們是會參加這個訓練嗎 那就要看他們那個有沒有能夠被招入這個民航的系統的行列裡面去嗎 應該大部分都有對不對 全國現在年輕人應該幾乎都在這四十萬名利裡面嘛 沒有 沒有 不止不止如果你要講全國那不止 這不止 這要看就對了 不止不止四十萬 民眾會這樣要求 部長你應該知道民眾為什麼會提這兩個點嘛 總統是團結的象徵嘛對不對 國家的領導人嘛 所以他希望他家人可以 參與我們國家的這個防衛嘛 那會提到你也是一樣啊 齁 提到你的家人 最後他們有提了一個比較 他們說現在黑熊部隊啊 是不是應該去投入這個四十萬的一個名利 有特別至少 你看這幾天開始有那個颱風對不對 他們有可能加入我們這個整個防災嗎 先斷內先整合嗎 這個內政部有可能去跟黑熊部隊那邊做一個聯絡嗎 我想黑熊部隊主要在宣導一些觀念跟相關的作為 那事實上要投入救災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還是利用我們既有的建制的名利 這當然也就包括民防的力量 也包括我們的一景一銷等等 好不好 沈柏洋是說他三年要訓練三百萬人是不是 他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啊 加入這四十萬的這個名利啊 我想我沒有辦法代替沈偉人來回答好不好 好啦 部長好 剛剛一開始提的就是人民的納稅錢 我們的國防 事實上如果真的達到美國 一直叫我們交那麼高的這個保護費的話 到底對台灣 我們至少 我們在要求說我們應付發錢的同時 拜託一下 我們的武器一定要是合適我們用的 而且一定是要我們要的 而且我一定要提個點 最後做一個ending 我們如果說買貴的東西 或者在簽約上出了問題 我們有準備要去究責嗎 我們會跟美國政府來直接來要求 要對我們互完全的責任 好 謝謝 希望我們每一分的納稅錢 都用在刀口上好不好 好 謝謝 記得訂閱街頭麥克風 開啟小鈴鐺 下方直接加入我們的Light 第一時間就可以收到最新通知